请点选常用 常用底下的转换资料 好 请点选进口 进口请拉到最右边 来 刚刚1常用 2 转换资料 3 麻烦请点进口 4 请选到它 请选到这个进口里面的 最右边这个进口日期 好 滑鼠右键请点 这个进口日期 第四个动作请选这个 复制资料行 就是我去产生一模一样的进口日期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请再做一次 请把这个日期改成日期 然后好了吗 就跟刚刚其实已经做过这件事 然后来麻烦请这边重新命名一下 重新命名 我不喜欢后面加什么什么复制 就麻烦请在这边进口日期2 好吧 就是把后面那个复制把它删掉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都使用进口日期2 不要再使用那个进口日期了 就是那个进口日期这边是很奇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转不了变成文字 好 然后麻烦请在这边关闭并套用 就是选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 好 我们在这边仔细看一下 它就会自动产生一个叫进口日期2 而且它是什么 它会变成月期 我可能会给你一个断能力 就直接把他们去继续做照 好 你看这两个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什么 日期 对不对 好 我现在 现在 请你针对 针对刚刚画的这个直条图 我是不是先选了一个文字 对不对 对不对 请你把它关掉 就是这个进口日期关掉 然后请你选进口日期2 进口日期2 可以吗 它是不是就变成直条图了 好 那我要解释 你刚刚先选文字 你刚刚先选文字 先选 我刚刚是不是先选进口日期 然后再选到直 对不对 好 它会自动 自动把它放在这个群组直条图的 轴 轴 以及直 我刚刚是不是只有勾选两个项目 如果是文字 它一定放在轴 如果是数字 它一定放在直 因为Y轴是直 以直条图来说 几乎都是这样的呈现的 好 那 我们 我们 接下来 接下来 要来去看 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是它画完的 就是 课 识 识